前国立长白师范学院院长,现任国外代表方永征,主持了纪念会。 他首先领导与会人士,为918抗日牺牲的同胞默哀。 方永征在致辞的时候,呼吁全国同胞要记取918的历史教训。 曾经经历918事变的东北同胞王铁汉、周世杰等人,也在会中报告了日本发动918事变的经过。 与会人士并且一致协议,誓死反对日北勾搭,誓作政府的后盾。